明依選小姐 每個人都要幫我們拍幾句話 大家好 其實剛剛已經私底下講過說不要上台了 他完全講一句話說要不要講 對我們的感恩基金會 那在做的一些伙伴可能 對感恩基金會沒有那麼的清楚 稍微介紹一下 那我們感恩基金會是一個贊助型的單位 那今天會來到這邊呢 也是因為我們創辦人的一些精神 那我們是在乎政府的一些部署的地方 就是我們看到非常多的社會團體 他們很認真在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像又是新文化的協會 這樣與後的一個平台 那為公平發生的一個情況 那因為這個部分是政府 還有一些企業單位和文件單位 是比較不知道的 那創辦人就是看到像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是非常優勢的 所以當時就是有支持蠻多年的 對 那其實我們早期在合作的時候 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當時是有跟一些社會團體一些結合 就是會找一些比較差異型的單位 比如說像搞了福利聯盟啊 生氣障礙聯盟啊 生氣障礙聯盟啊 或是婦女類的一些領域的單位 然後會借用這樣的一個平台 一些資源 然後來為這些 政府團體發生 那其實我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平台 在一些電視媒體或是大家 像我自己是一個非常新聞人感的人 基本上我是看到電視我就是關掉的 我以前回家還會聽聽那個 新聞媒體的一些聲音 可是後來我發現那些東西不是我要的時候 我就選擇不會去證實那些東西 那其實就如同剛剛那個卓越的老師 那個邱執行長 嘉義執行長 其實就是有提到 因為其實以前我一直都很不愛關心這種東西 可是後來我發現好像 好像不關心也不行 因為自己在做社會團體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到底現在我們的新聞媒體在包含一些什麼事情 或是我們政府導致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或是我們一些公共事務在做一些事情相關 其實對我而言好像又很直接的相關 所以其實我真的 因為這個單位是我負責的單位 主要是我這邊在負責聯絡的單位 那其實我也看到就是 Wiripo這邊近幾年吧 其實儘管經費很結局 可是還是很堅持的去做一些事情 那像我們有跟 就是新聞媒體會有合作交流有光 拍攝一些很不錯的影片 然後報告一些老人社區的一些合作的東西 然後設計是那個 上次我們有贈出一個單位叫做公共辨識 然後我上次去那個有一個節目 是那個老師你哪位 那個李慧恬老師也有去當代課老師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次手營會我也有去 那我其實真的也沒有想到歐名客可以講上 就是調查那個國小的 免費的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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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引導孩子 為什麼 為什麼不把那些牛奶 給一些貧困的人用 為什麼一定要浪費我們的時間 下課的時間去喝牛奶 對不對 我印象很深刻 其實後來我發現 其實這些東西不只是大人的東西 而是慢慢的好像是真的在生活領域裡面 也是可以去結合的 對 那 嗯 我怎麼講多多 哈哈 好 基本上其實就是還是很感謝各位先進 然後在這個領域裡面 接受自己的檔位 然後繼續為 為我的 為年老的生活 還有我的下一代繼續發聲 謝謝